十几只羊被撞死 交警通过一落雾登抽丝剥茧侦破撞羊逃逸案 2019年9月27日21时05分 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胡佐奇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街道骑局指挥中心指令称 在辛巴尔胡佐奇善都嘎查至莫达木吉嘎查乡间路10公里处 有一辆车撞羊后逃离事故现场 请交警大队民警到现场调查处理 事故中队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 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现场一片狼藉 在路上有十几只羊死伤 如果夜间不及时处理很可能造成刺身事故 在认真的勘察过程中 民警发现现场周围遗留下了车辆雾登 通过办案民警对现场遗留的雾登分析 初步判定了车型是一辆白色的伏迪牌越野车 确定逃逸车辆的行驶方向是G332线国道方向 这一有利线索使办案民警终于给案件侦破找到了出口 本文字幕后 文字幕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